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空袭缓击 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 世卫组织宣布将印度变种毒株11617 列入全球关切级别 由于确诊病例高居不下 大马面临第三波疫情侍略 因此 首相丹斯林穆黑店昨天下午发网告宣布 从5月12号开始到6月7号 全国落实行管令 首相促进民众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因为第三波疫情更加凶险 文告指出 落实行管令期间 全国禁止跨线和跨州 紧急医疗 工作 经济 接种疫苗等事务 以及远距离夫妻则被允许跨州跨线 禁止所有社交集会 所有经济活动允许运作 学校禁止开课 托儿所 幼稚园和学前教育可以依照防疫标准运作 公开场所 禁止所有体育和休闲活动 除了个人休闲以及运动 禁止堂食 民众只能够打包获得来速购买食物 雇主必须落实居家办公 禁止超过30%的雇员到公司上班 开拆节期间 禁止登门拜访以及扫墓 清真寺和祈祷室的开拆节祈祷活动 限制在50个人以内 非穆斯林宗教场所也需要加强管制 团结部稍后会公布标准作业程序 私家车 电子照车和电视 包括私机在内不能超过三个人 早前政府发布的疫情热点名单 大多数涉及的都是购物中心 反而被视为疫情重灾区的工厂和办公室 并没有包括在内 引起质疑声浪 对此 科医部长凯利指出 截至本月三号 政府一共鉴定1660个热点地区 但为了减低民众恐慌 政府选择只公布151个 比较大型的疫情热点 我们选择不禁止所有的疫情热点 但我们只关注于大型热点 我们只关注于大型热点 我们只关注于大型热点 凯利表示 无可否认动态热点识别系统 可能出现盲点 但是依然能够鉴定出购物中心 就是新冠病毒的疫情热点 他说 动态热点识别系统 所列出的高风险名单 都是根据MyCetera用户扫描 所获得的数据结果 因此 如果访客没有扫描MyCetera的话 很可能就会造成盲点 在政府宣布 全国落实行管令之际 马六甲警方也推出疫情热线 减轻民众对防疫标准 作业程序所产生的困扰 马六甲副总警长 莎萨利指出 热线中心 已经在昨天开始全天候投入运作 莎萨利解释 冠病行动热线将会有专员 24小时之情 让民众在任何时间 都能咨询有关的防疫指示 以避免在执法上 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冠病行动热线中心 马六甲总警长 Dr.Abdu-Majid也呼吁警队成员 为社会和民众提供更多便利 马六甲民众如有对防疫标准 作业程序出现疑问 可以拨打有关热线进行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采节将至 我国的一名猫咪爱好者 不忘为自己的宠布 穿上浓浓穆斯林风格的装扮 新闻结束前 一起看看猫咪可爱的模样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我们今晚再会